三個中產黨 除了孟晚舟之外 當然年代一個很有名的人名 現在要談論的就是張首成 張首成被認為是其中一個 遲早會取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學者 遲早會取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華裔學者 我對他一點都不認識 但我經常聽他說 這是發明天使粒子的科學家 發言 對於這些人我真的完全不認識 現在的重點就是他的自殺 以及他以這樣的身份自殺 究竟衍生了什麼值得談論的 他怎樣自殺 他說是跳樓的 跳樓的 說他是抑鬱 然後跳樓 OK 之前從來都說 因為他不會留給他之前 我打電話給你 我抑鬱現在跳樓了 不會的 因為他死後 他的家人發貨美傳媒 他有抑鬱病 從來都有抑鬱 沒有說多久 總之最近都抑鬱 有吃著藥還是怎樣 接著就說他跳樓 我可以保證他應該抑鬱是真的 從來抑鬱是真的 但怎樣令他抑鬱呢 是否因為抑鬱跳樓 發生這麼多事他肯定抑鬱 我從來都想 抑鬱從來都不是假的問題 是怎樣令他抑鬱 我現在都很抑鬱 而且是否抑鬱跳樓 是 我想說這件事 因為我有點內幕爆發 不是爆發 只是跟大家分享 因為其實這個人 我物理學界 我不是很重要 大家都知道我的背景 我在美國有教書 是 我有一陣子有朋友 早一陣子出來喝東西 聊天 他跟我說 我最近去過Stanford 見過一個很厲害的文學家 就是他們 那時候他還沒說他 那時候還沒死 還沒死 那時候 我朋友和我的分享 現在學界問我 有沒有感受到壓力 我這一陣子 你有沒有受到壓力 你會不會自殺 其實直接問 但其實背景是怎樣 背景就是 其實很多人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發生了什麼事就是 在美國的學界 我經常覺得美國 學術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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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些政治 不會納入我們學界的東西 其實不是的 其實有一點 你說美國大學都有政治審查 他不是政治審查 或是政治施壓 他有 開始會有 一些學者 開始覺得有壓力 說有學者 開始有壓力 我自己是未親身感受到這件事 雖然有些人會說 現在中國這樣 你不用表態 是的 但我聽來的朋友 是有類似這樣的壓力 譬如說 一些學者的身份 可能他經常會去美國學者 尤其是出名的 尤其是搞一些高端科技 敏感範疇的學者 是的 因為我經常用輿論的說 其實這次的中美關係 一個很主要的轉場 就不是關稅 不是獨立關稅區 是的 是科技展 是的 於是其實 知道的了 行內的人都知道 你如果跟內地一些大學 太多密切的合作 那會令人懷疑 在這個張守成的例子裏 我聽過一個說法 最近他還未跳下去 就說他很困擾 困擾 那為什麼困擾呢 報紙也是沒有賣到的 就說到 他好像跟馬雲 談了一些合作的計劃 於是馬雲的基金 可能會把錢給他 搞四面室 還是什麼 好像搞一些anjol fund 類似的事情 於是他就很困境 究竟是否繼續下去呢 這件事 我第一次聽回來 都不是那麼上心 但後來我再看 事後出了時間 我再看收容的報告 就說到 其實他被人開了名 被美國政府開了名 說他有一間 即是一新的方法 去怎樣盜取美國的技術呢 就是說 以前就可能是 透過一些join venture 然後就一定要你 透過一些licensing agreement 就要給他們技術 他說現在他知道這些不可能 收的公司 透過一些拼購 又是開始被人黃了 他現在被人針對的一件事 就是他開了一間VC公司 即是 venture capital 公司 就在美國 於是於投了很多項目 都是跟那些敏感覆的有關 都是跟那些敏感覆的有關 而他被人針對的 就是因為說他那間VC公司的錢 就是很有機會是內地政府的錢 其實就是幫大陸政府 收購一些先進的科研企 然後就轉移了一些技術回大陸 所以他已經是under the radar 是被美國政府 長期監視著 除了新近年被人監視著 除了我們大家已經知道 華為、中興這些 一早幾年前已經說 他們是否在做這些 不見得剛的事情 他那些那麼出名的科學家 新聞有報導的 就是小報導的就是他這間VC公司 另外有報導的就是千人計劃 那你這樣說就剛剛相反 因為我們看很多的報告 就是有些新聞報道 就說他跳樓又抑鬱 還不是中共政府施壓被抑鬱 然後就跳樓 現在你說是反過來 壓力未必是來自中國政府 反而美國政府對他的監察越來越緊密 可能他覺得受不起這種壓力 或者承擔不到之後 可能發生的結果 於是就自殺 我身邊有人是這樣猜的 我不敢說我這樣猜 有些可能 一個可能就是他如實報導 他因為有抑鬱 於是自己自殺 一個就像你這樣說 會不會有美國的壓力 有一個可能是中國的壓力 這樣說吧 我想清晰一點 第一 他有抑鬱暫領 第二 第二 就是說 應該我們要鑑定 有壓力自殺 還是被自殺 你如果有壓力自殺 其實他有壓力自殺 他當然是來自美國的壓力比較大 對不對 因為實際上 我想中國是當他寶貝 不會被壓力 你是來自美國 但如果被自殺就不同了 如果被自殺 就是誰下手的機會比較可能 可行性大一點 OK 所以我覺得那個 所以我覺得那個 被自殺就是中國下手的機會大一點 你叫我這樣說 我們 我們 我們是藍斯拉來的 你問我這些問題 我只是會告訴你 我不會告訴你 誰是誰 我只是告訴你 美國的目的 就是希望捉到你 就不想你死 沒錯 美國一定不想你死 美國就一定不想你死 美國一定是想捉到你 通返外國 之後 說中國 很羞辱中國 就是他會不會捉到他 他的目的就是 希望捉到你 通返外國的證據 然後再去對中國 試下 再玩殘中國 但是 就不會逼你死 應該他的最大利益 不是讓你死 如果他覺得你擁有極大機密 不放得你回去的話 就去 最多出去 終身監禁 總而言之 他一定有辦法 去活著 所以 他怎樣死 都跟究竟 是哪一個壓力大一點有關 是 我講大家的利益問題 但是中國一定不會給他壓力 中國不會給他壓力 中國就不用給壓力 是 是 直接 就不是壓力的問題 中國 中國 你是 工作 如果你是這樣 你不會給壓力 他對你來說 你是好人 我又想 除了這個角度之外 我也明白 這個 他對他死 是大家很關心的 這是一個角度 我身份問題 或者你當我小膽 我不敢猜 那麼多 但是我另一個角度 都值得討論 因為我切身處地 我自己 揭破美國學術自由的假面 一向都沒有 其實大家 你明白嗎 我只能對美國的學術 就是 你們對美國有個幻想 但是我雖然很少去美國 但是我一早知道是沒有 但是你只能夠說 美國都是鬆過中國的 都鬆很多的 但是我覺得是很不幸的 就是 你叫我猜 為什麼我傾向不想猜 就是 他一個這麼出名的科學家 在一個西方社會的角度來說 這些是寶 人類文明之寶 所以他如果有什麼事的話 他要去另一個地方 找人補他 或者什麼 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一定有些地方會收留他 或者什麼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不像是西方的做法 去想他死 你知道 你這樣說 我想 如果你要著草 我想可能會有一定的難度 就是 雙羊走投無路 那種 而且也未必是走不走投無路 而是可能他覺得他的名譽 不能夠承擔一個敗壞的程度 但是我覺得最可惜的 我想說 最可惜的是 現在的環境 所以我肯定是 你是支持美國還是支持中國 其實也不能選中立 我想我的說法 就是 我都不說我支持誰 因為我佛工在美國 我自己在香港出生 但是我覺得很可惜的 就是從學術界的角度 就是為什麼學術界 我知道為什麼 其實我不想看到的事情 就是學術界受這麼多政治 來影響 搞到有一個原本是學術界裡面 那麼 出類拔萃的 人類文明之寶 就是這樣被這些 所謂的政治的角力摧殘了 就算是他自殺 也好 那些原因也是因為他死亡 簡單 我又說少少 雖然我不是一個學者 但是我也是一些學術勞工 很合理的一件事 就是 很多人以為學術是一個很開放的地方 你又有 tenure 我們說 你不需要擔心會被人解僱 如果你在研究學界 有所被評論是就成就 但是學術界另外一個特點 是一個封閉的世界 有些人經常都以為 如果我不打東加 就打西加 實際上全部都是東加 所謂的東加就是某一個國家 或者某一個勢力的背景 你如果得罪這些人 其實你會有很多事情做得 會不舒服 會不方便 再者 不要說來自政治的壓力 我們說學術界最常見的 或者最大的影響生素 就是人事因素 那個人不需要開口說我針對你 你做一些事情 你發覺是令到某一些權力掌握到的學術界人士不舒服 其實你都知道一定是會承擔後果 我們經常都說 升職也好 俗約也好 什麼都好 你呢 是不可以得罪任何一個人 這是常識 表轉 就算所有人都支持你 只要有一個人是不支持你 而那個人站在關鍵的地方 那就玩 跟雙月世界不同 雙月世界有一個人不同 其他人可能夠資格補到你 可以不成功 有數就行 對 有數就行 但學術界不是 學術界就是整個項目裡面 有一個人不同 卡住了 就整個東西可以玩完 這個就是那個分別所在 但當然我都意外的 因為我經常都以為 美國不是靠很多學術上面的互相爭命 互相的關係 去產生一個進步嗎 原來去到今時今日 就是有一些人 不要說得罪美國 甚至得罪美國政府一些主流意見 你都會被迫害的 或者受到壓力 這件事我就覺得很可惜 這件事我更加想說 就是學術界 美國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發展這麼好 就是因為他大量 大家都知道在美國大學裡面 有讀書的 或者是教授 教書的 很多都是新移民來的 他就不斷地有的能力 去吸收新移民 經常都有新的想法 那現在的氣氛我覺得是 我覺得你過去就是做間諜 就是想著竊取資料 最低限度他對很多華人 有這個擔心 我不敢說他的擔心是否成立 可能有些真的是這樣的 但問題是你有了他的擔心之後 他過去的十幾二十年 是有大量的研究生和一些學者 背景都是懷疑的 變成這樣的時候 現在學術界的氣氛的話 其實有些人不經常說 其實這個科技戰 是從大學那裏 從他收生 或者去 假設學生 就算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有些類似自我審查 就算我好像 將我整個例子 他十幾歲已經去歐洲 他一直都在 好早成一名 後來就在 Stanford教書 就算他不是因為 是 CV上面 有幾間 內地的科技公司 他非得到沒有 他自己一間 VCE公司 背景又可能有些錢 是大陸 就算他沒有這些 他只不過出名一個學者 但是他如果搞一些實驗室 收起學生的時候 我收到很多大陸的學生 很正常的 自己收回同鄉 是很平常的事 現在的人說到 很多內地學生 去美國讀書有問題 就是敏感那些 如果不是的 可能輾轉那些 在美國已經是住了多年 已經是移民 我收生的時候 我原本是一個 我是不是只是看他的能力 要看他的國籍 就是要想那麼多事情 其實是對美國 我們直接想不到 當然對中國科技的發展 會有影響 其實是對美國科技的發展 也有影響 越封閉很簡單 越封閉的東西 當然是越難可以產生新的東西 不過不如實際一點說 香港的例子 譬如我們曾經聽過的故事 就是有些歐洲的學者 想著 我來香港打算做研究 我的專長就是研究香港的民主運動 那還不是對我 但我們都知道 我們圍內的人都知道 你真的搞錯了 你就是為了要來香港做事 千萬不要研究香港的民主運動 因為那個結果 我們都已經可以預估得到 美國現在通常用什麼方法去教學者呢 我聽過 如果你是 看哪一方面 譬如我那一行的 是做政策研究的 那你如果做政策研究的話 譬如你如果是和內地有些大學的關係太密切的話 他會問你 為何你會和大學關係太密切呢 還要在很敏感的時間問 譬如你申請一些關 譬如他出席一些行政上的事情 那你如果是做政策研究 如果是和一些智庫有聯繫的 那他都會給你一些壓力 或者問你的時候 你都會周心不舒服 我覺得是這樣的 我和你們的學術界不同 我做人很公道 我覺得如果作為一個政府 即是有時候中國政府欺負的人 那些人 那些人覺得很不對 但是我也覺得 如果美國政府這麼做 如果國家利益 你都沒有辦法 我幫你講 是正確的 你真的全部都是間諜來的 沒錯 至少我走慢一點 有什麼所謂 你走得慢過就行了 對 人類文明 我們首先要關心的東西 美國的文明 就是我們最關心的東西 美國文明 就是美國最關心的東西 是不是 我的文明 現在 我要美國是第一 只要你能夠跑得慢過的話 就算走慢一點 就沒有所謂 如果你是世界首富 你的問題就是 你要保持世界首富的地位 大家每人 再賺多一點錢 沒有意思 我賺多一萬億 然後你無端端 你賺到一萬億 你賺到一萬億 那已經虧了 我寧願賺一千億 賺少九千億 但是你一元都不賺 我寧願蝕多一點 我寧願蝕多一點 我寧願蝕你再虧多一點 是的 即是你美國的目的 是維持了領先地位 只要我們知道 只要你走得慢過 或者只要你哭街 基本上我 就怎樣做都可以 沒有所謂 所以我覺得純粹是國家利益 即是 我永遠都是 我覺得這樣走 譬如特朗普 有些人會覺得 你走得對 你這樣打中國是對的 即是你是國家利益 即是你是國家利益 雖然生活會變差了 但美國比中國好 就行了 是的 我不是覺得 有些人會這樣做 正如我經常覺得 中國這樣對香港 香港很多人很憤慨 但問題是我覺得 如果是中國我都會這樣做 即是我覺得 有些事情是很無謂的 有些事情是做了出來 雖然很殘忍 但給我都會這樣做 即是有兩種不同的方向 即是美國這樣做 我都覺得是對你們學術界 那當然很不對 但是我覺得 他這樣做 是為國家利益 是對他來說是有利益 是合理的 是 譬如我批評證監會 我會說 你這樣做 有些人會選太多利益 你這樣做是對的 因為我們的身份 是我的評論員 我們不是一個 policy maker 我們其實怎樣說 怎樣說 我們不用心理去說一件事 即是會為自己利益說 因為我們無論怎樣說 都沒有International Policy 有什麼所謂 我們說真話有什麼所謂 難道我們說了真話的話 那樣東西會為了我們說了真話 踢爆了 而還會影響到 不會的 我們就照實說 無所謂的 好 所以實戰人的現實主義者 和我們象牙探的理想主義者 始終會有個分別 好這集就到這裡 好這集就到這裡